Hello 大家好 我是伏秀者聯盟的米奇 又來到伏秀英雄學院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探討的問題就是被人迫吃東西的問題 很害怕 聽到都害怕 被人迫吃東西 不要笑 很多人跟我說 他說 今天就是某位長輩生日 一定要吃東西 不吃東西不行 所以我今天要破戒 怎麼辦 好有趣的家鄉習俗 今天就是不知什麼聚會 什麼聚會 什麼東西 一定要吃東西 不吃東西不行的 很有趣的規矩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 先看看以下這條影片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立刻打電話給我 我斑馬來救你 好嗎 看看片段 好搟喔 有什麼狠袋 我沒所 Yeah 啊 沒… 我有一點… 我有一點點餓 如果剛剛那件事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立即打電話給我,我帶其他正在吃的朋友去你家,這樣對待你 直播上網,我相信很多人會入興趣看看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主要都是因為你選擇的問題 為什麼你要吃那些東西,為什麼你要不吃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選擇,是不是一定要吃,還是一定不可以吃,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來說,我不希望我真的去到膽固醇過高 我才停止吃一些海鮮的東西,或者是真的血糖過高了 我才去停止吃一些甜的東西,我不希望去到這一天,有這一天發生 所以在蔬果汁斷食期間,是一個控制學習飲食正常健康飲食的機會 因為在你不吃東西的期間,你會重新思考一下 究竟其實進食是什麼一回事呢,60天都可以不吃東西了 那一包烂鬼薯片,那一包烂鬼香蕉,那一條朱古力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就放下去了 但是去到什麼境界是不能做選擇的呢 就是,我今天膽固醇爆表,整個海鮮餐我都不能吃了 因為吃了下去,就有生命危險了 去到這些地方就不能選擇了 所以你要選擇,你有沒有選擇先 如果你有選擇,你就去選擇了 你有沒有選擇,就沒有了 一定要逼著跟著遊戲玩 那所以,停下來呢,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那其實我們身邊有這些人的 例如,食齋的人,他們真的很厲害 整餐照吃,夾些菜啊,避開了些肉啊,沒問題的 我們只不過是素食人士,我們掃了桌面的東西 而他們掃吃就是選擇素來吃,所以是很不同的 那也有些朋友說,因為宗教的問題,可能他們不吃牛肉 我婆婆是相信觀音的,她什麼菜都會煮,煮牛肉好呢 但是她一粒都不吃 所以這些都是你自己究竟怎樣去選擇放什麼落口 而令到你自己的身體有什麼變化 有一個怎樣的健康,是順順順水水,是屬於你自己的選擇 尤其是是什麼時候呢? 完結了蔬果汁段吃了,你可能得到一個非常滿意的效果了 這個時候,如果你真的做回小林磚,天天吃自助餐 不反彈,真的什麼都可以,是一定會反彈的 而這個反彈的原因,不是因為你蔬果汁段吃不效 而是你吃東西太過涼了 所以你在這60歲裡面,其實真的要重新思考進食的意義 是對你有多重要,當然不是不重要 但是有些不是那麼重要,不是那麼必要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可以不吃呢? 這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而這個思考是思考一生人都可以慢慢思考的 給大家一點時間,大家沉澱一下 究竟在蔬果汁段吃這段期間 吃進食對你來說是一件什麼的事 好嗎?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不要吃那麼多江蘇餅,拜拜!